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林良快餐 团体套餐内有关福音 耶稣升天有盼望 道成那灵,赐人生命 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赎罪祭 第三天就是七日的佗一天 十里复活 再经过四十天 被阶升天 再经过十天 就是五行节的那一天 圣灵就一次永远的降下 圣灵既已降下 神的额灵就领受圣灵内住 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经上说,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 耶稣亲口说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还要再来接人升天 耶稣说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你们也在那里 这就是所谓的教会被提 因为叫Rapture 教会被提前 所有的圣徒都要先复活 意思说 猜我来者的意思 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他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 我们这活着还存立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 在等候被提前 圣徒需要有神的赐福 与神的同在 保罗对贴撒农利加教会说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愿你们的灵以魂以身子得猛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止灾 欢喜快乐 高阳婚宴 耶稣呢 用十个同你的比喻来表明 反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多进天国 同你呢 是以神有约 而天国是以神同在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同你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蠢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蠢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油呢是预表圣灵 基督徒有圣灵内住 所以有灯无油 是指须有其表的假信徒 有灯有油 才是名符其实的真信徒 主再来时 就是羔羊取亲时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凡进入天国的人 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昏起的时候到了 新父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 首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缓辈请妇高阳之婚宴的幼夫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以上是这个单元的全部内容 愿神赐福你们